64年前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中共的舆论把它叫做西藏叛乱 我们认为那是一场人民自发的抗暴运动 中共以邓小平为首的集团出动了百万大军 残酷屠杀西藏人民 制造了一场巨大的惨 这场屠杀不仅局限于西藏地区 也包括了青海 四川 甘肃和云南的藏区 有些地方不分男女老少杀成了所谓的无人区 这是中共建国之后 仅次于镇压反革命和大饥荒的惨案 有人说是达赖喇嘛政府煽动了这场所谓的叛乱 这是中共制造的谣言 西藏人民对所谓的民主改革不满 实际上是对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打乱西藏社会结构的不满 中共的毛泽东集团以此为借口 发动战争掩盖大饥荒带来的危机 是转移国内 是转移国际国内矛盾的有计划的政治行动 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民 又用上百万藏族人民的生命来掩盖他们的罪恶 这都证明了中共是一个藐视人民生命的邪恶政权 现在的习近平集团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邪恶 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 在社会上酝酿着极大不满情绪的形势下 还会或者发动对内的屠杀 或者发动对外的战争 来转移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 我们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不可寄虚妄于共产党有正常人的思维 邪恶的中共和古今中外的暴政一样 有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和逻辑 不是正常人们可以理解的 受压迫的各族人民只有团结一日 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才有大家的前途 而共产党的策略则是分化瓦解人民的团结 各个击破以便维护他们的专制统治 不要对共产党的挑拨离间和渗透掉以轻心 不要低估了共产党间谍的能力 也不要低估了共产党对西方盟友的渗透和操控 既要我们自己的团结 也要和民主国家朋友的团结 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扩张野心 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在这场对抗中共的国际斗争中 汉藏各族人民站在了最闲线 希望我们的努力在国内人民新的反抗中 起到最大的作用 促使中共早日垮台 促使民主自由早日到来 谢谢大家多年来的奋斗和努力